散发那个 念品快来听 我太虐了 我先读 好 好 好 你不要看啊 怎么念的时候你习惯别人 但是虽然说我就这样看 但其实我一个字都看不到 我只是想表现出我很关心 这种用心的样子 你可以看着他的眼睛 OK OK 加油 前十句不要哭 嗨 很短 真的很短 嗨 陈慧君 你好 生日太乐 这是我们一起度过的 第十句也太少了 对不起 三句 三句也没挑战 十句没 这是我们一起度过的第三个夏天 却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 我也是第一次写 第一年 我也是 你不重要 我怎么记得不是第一次 我念吧 好不好 时间不多了 第一年我给你一栋小房子 我说没有给你写信 你不信 你不信 那栋房子都积灰了吧 看来 我忘记写这一段 第二年 你说 今年我不需要 我写信了 因为 你已经够了第三封 第一天 今天是第三年了 好像很多想说的 却也不知道从哪里写起 是从认识的时候说起吗 还是直接从我们关系转变 开始说起 不只是你我吧 很多人都感觉到了 我怪你的十五花 我念 对不起 你念 快读一下空气 快 听着 我不想念 这个歌很感人 别别别别 这个歌很感人 你念吧 你念 你念吧 记得那片星空 最近的眼熟 最暖的胸口 最近的眼熟 嗨 陈归军你好 生日快乐 这是我们一起度过的第三个夏天 却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 第一年我给你一栋小房子 那栋房子都积灰了吧 第二年 你说今年不需要我写信了 因为 你已经找过了三封 并且给音乐会 还有大家都写了信 今年第三年了 好像很多想说的 却也不知道哪里写起 从认识的时候说起吗 还是直接从我们关系的转变 开始说起 不只是你我吧 很多人都感觉到 看出来了 以前的无话不说 心影不离 因为 我什么事情都要人陪 而我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你 我会陪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你喜欢做的事情 我会叫你陪我做任何事情 我只是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一起吃饭 睡觉一起 出门拍照一起 洗澡也会一起 可是现在不会了 我还记得那天是我一边吃着冰 问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要远离我 想着想着我就落泪了 因为在你远离我之后 我为这段关系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 即便你会拒绝 即便你会和别人一起 即便你身边换了一个又一个 却也不再是我 我也还是越错越勇地问你 要不要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离开我的原因 现在想起来还挺丢脸的 在那样的场合一边说着自己的难过 一边吃着冰 一边眼泪就巴达巴达掉 以至于我后来就再没有再去那家吃面面冰 不知道 你可能是慌了 说了实话 因为 你怕我喜欢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别怕 就算我真的喜欢你 为了把你留在我的身边 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或许 或许 是在后来我和你打入心中之后 我执着于 希望有人陪我的心放下了 之后的我 开始到现在 自我反省 原来在你的眼里 甚至在很多人的眼里 我都让人产生误会了 我习惯性的依赖 想要被陪伴和需要 这种想要时刻都黏在一起的强烈的占有欲 会让人害怕吧 所以 明白了之后 我也会努力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也尝试去交很多朋友 我觉得我有点累 我放过你 也放过我自己 可是 你知道很多人 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好朋友了吗 你知道很多时候 就是有先来后到的吗 你知道大家都以为 我和你一起 只有我和你一起吗 所以最后都没有人和我一起 后来 我生日的时候 你说 好像我们这一年 发生了很多变化 对 我失变了 变得 在哪里哭 在台上哭 在台下哭 变成 在你面前哭 在最后变成 我躲着自己一个人哭 不是 不是哭一个人 是很多时候 什么时候都一个人了 是的 一个人可以很高效率地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一点都不开心 你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和我的困难 不知道怎么样分担我的苦恼 可是你知道 我只要你陪在我的身边就好了 逃避真的有用 但是真的很可恶 现在的我们 现在的我们 好像都在怀念以前的我们 不要怀念了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我们可以重新认识 重新开始 所以 从认识的时候 说起的话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还是选择和你走在一起 现在的你 也很好 这里有份礼物要送给你 也很好 这里有份礼物要送给你 你每天好梦 可以打开吗 你每天好梦 可以打开吗 对 好可爱 好可爱 是绿色的 好可爱 是绿色的 我最后要把大恩西那个再补上 你是一个很可爱 认真努力不服输 很执着 对想要做的事情 都会立马付出实际行动的人 希望以后的他也可以这样 为了自己想要的事情 满腔热血的去付出和努力 会有困难的时候 但是我知道 你一定都可以战胜他们 所以坚持吧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千万不要停下 加油 好了我结束了 你要醒鼻涕吗 快跟大家说说吧 我要醒鼻涕 不好意思 其实燕萍真的从出道到现在给了很多帮助 昨天晚上我们还在回忆 就是以前有王淫在的日子 可能因为我在来这种团体生活之前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虽然说我是双胞胎 但是我做什么事情 我从来都不会跟我姐姐一起做 因为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都是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 当时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练舞 但是我记动作相对来说 比他们俩快一点 很多时候我就自己记完了 我就先走了 燕萍就会一遍一遍陪着王淫去练去记 有的时候甚至一练就是五六个小时 但是我就会觉得这样很没有效率 反正以前就是可能三观啊 各方面都跟他们不太一样 然后也挺自私的吧 我觉得是燕萍还有王淫 慢慢地把我从一个 就是什么事情都只会为自己着想 都只会想到自己的这样一个小孩子 然后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 就是慢慢地回去观察 然后他就去对大家好了 为什么 可能是脑回路的问题 六次元 好了好了好了 你总结一下跟大家说吧 时间不早了 嗯就是好 那我最后再总结一下 非常感谢今天来到现场 还有在直播前观看我 圣诞公演的大家 然后这一次圣诞 确实也准备了很久很辛苦 我的助演们 还有写信的朋友们 还有大家 还有后台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其实这一次 包括中书中审都帮了我很多忙 真的 我觉得这一趟 算是我这三年以来最麻烦大家的一次了 就辛苦大家了 然后合照 还没完还没完我要讲 其实我们家的情况 就议员会的情况 我一直都是挺清楚的 嗯 我也知道自己的犯人气 并没有特别的高 所以这一次总选能够拿到 13名这样的好成绩 所以我知道都是我粉丝 每一位粉丝就是雪拼来的 就真的很感谢大家 用微博的力量把我送到这里 我希望 大家能在我们Z队的陪伴下 然后每天都可以过得特别的开心 也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Z队一起前进 所以这一次的B50也拜托大家了 我讲完了 我们来合照吧 我们来合照吧 把指纸收一收 过来几个 这边 过来一辆 一个 对 你再过来一点 三 三 二 一 三 一 二 一 一 二 二 一